2013年3月12日 云南昆明庆云街的一幢老式楼房里 一群人正在准备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种来自各家的菜肴凑起来的宴席 被他们称为百家宴 七十多年前 在这座城市里 他们的父辈南桥鸡公们也聚在一起吃饭 当时的菜肴远不是今天的模样 掺杂着沙里的米饭 市场上捡来的菜叶是他们唯一的活食 尽管难以下咽 但在那个兵荒麻乱的年代 对于鸡公们来说 这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 这里是他们最温暖的家 是他们最温暖的家 是他们最温暖的家 认识妻子那年 翁家贵二十六岁 整日命悬一线地奔波在殿面公路上 爱情是一种奢望 但是爱情最终还是降临在他身上 谢谢妈妈 谢谢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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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来 我认识他呢 我那期才是十六岁 十七岁 十七岁呢 因为他经常开车 开车子呢 他开得很好啊 这工作太少了 你都要小心他了 一九三九年 孟家贵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回国后 被编入西南运输处 十四大队捕虫中队 驻扎在云南宝山 而他们隔壁 十六岁的罗春芳 安安喜欢上了这个 阳光勤快的南洋小伙子 但是他父母先都对我好 所以他老姐妈做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在宝山红云楼 南桥鸡公翁家贵 与宝山姑娘罗春芳 举行简朴的婚礼 即名南桥鸡公 新娘的同桌范永华 是他们婚姻的见证人 婚礼的第二天 温家贵带着新婚妻子 离开宝山前往大理 与鸡公战友庆贺 小两口新婚的喜悦之情 还未来得及消散 宝山那边就出了意外 有关贵带着咋过了吗 贵带着香了 贵带着宝山上了 那行吧 这个声音就 那个香 跑当成了 往那边 被人家跑当下来 开来那么让开着 吸吸吸的 一个一个就飙下来了 哇天 什么就倒下来了 这混蛋一定 卡卡卡卡卡 死不少人了 宝珠是上了一片叫做 死到台人也都不用了 这是宝山历史上最大的惨剧 1942年5月4日 日军队宝山实施轰炸 宝山城百分之九十的民房被毁 上万名贫民死伤 其中就有翁家贵 罗春芳对对新人的伴娘 万用花 他这个母亲 不是被炸了 把他炸死掉 他妈就 他出 他寺苗里 是摘开了 当火上开了 接着我就哭 我可敲他 接着我要哭 他也哭 太苍了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五日 宝山大轰炸的第二天 为了阻止日军东进 中国守军炸断 怒江天险灰铜桥 延绵公路彻底中断 路没了 南桥机工 在战火连天的乱世中 失业 翁家贵决定 带着刚刚结婚的妻子离开 日军飞机的不断袭击 运输车队的结散 自己的失业 灾难接踵而来 然而 哪里才是他们落脚的地方呢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对于当时的翁家贵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尽管三十六元 国币的工资并不高 但是夫妻两人 却能勉强为胜 可是 没过多久 在川天路上运输的翁家贵 开始对这份工作厌倦起来 而原因并不是工资问题 对于昆明 他并不陌生 那是他抵达中国的第一站 而现在 这里却是失业激功的聚集地 昆明 这座四季长春的城市 会给这些饱受苦难的人们 带来温暖吗 罗开湖 几经辗转 也来到了昆明 在这里 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些战友 我打家几个人 当然我还有一点选 那就自动来 还有一个管制带税户 还有一个交代所 专门做食杉的 但是这种户 我们老乡害多了 一天七十个人来洗饭 没有办法 还要几个人 就到海都了 灾难并没有停止 电面公路中断后 已经缩边的西南运输处 要遣散南桥机工 经过数次交涉 交通运输部将机工 安置在昆明近郊的汽车驾驶人员 证讯所 这是一些机工到达证讯所后的照片 照片上 机工们面容憔悴 一山南运 同刚刚抵达云南时 整洁帅气的形象截然不同 他们已经没有南洋归来时的 义气风发 1943年 已经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 战时的昆明屋子溃乏 人们住的是简陋茅屋 吃的是掺杂沙子的梅米 曾经生龙活虎驾车 穿越在运输线上的南桥机工 如今已是拼柄交架 沦落在街头 成了一群真正的难民 好多花椒 妈就没有办法 卧虎驾车 又带空间 当然带空间 两个棧油 十年了 没有得放水 泡到南门那边 有彭虹桶 那个山上就 挖那个彭虹桶 两个水的里面 那个棧油没输了 他照上去 离来不是跑了 离开这个棧油 你不敢嫌 你没有嫌 你要嫌 你要有嫌 给神殿来收 你没有嫌 公家就收掉了 就在国内南桥机工陷入苦难的同时 他们在南洋的家园 正在遭受着灭顶之灾 1942年 马来之湖山下凤断 统率11万日军 集中海空力量 对驻守马来亚的英军进行猛 2月15日 英国人被日军炮火彻底瓦解 八万英军 在破西瓦尔中将的带领下 可耻地向日军投降 马来半岛 新加坡 陷入 新加坡的险路 真清了所有还沉浸在大不列颠帝国 惨梦中的英国人 丘吉尔在战后回忆说 整个二战期间 新加坡失守 是他最感痛心 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 如果说 新加坡失线 对于英国 是一记狠狠的重拳 那么 对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 数十万华侨而言 则完全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日本军 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 给人的印象是 根本就是残杀无故 一种报复的行为 也根本没有分 到底为什么要抓你 为什么要杀你 新加坡华人死难纪念碑 下面埋葬的 是数千具被日军屠杀的华人事故 而在这些被残害的生命中 有许多便是当年南桥激工的亲属 从二月四五号登入之后 二月十八号到二月二十五号 一个礼拜之内 被抓人 有整十万个人 不分青红杂白 带到海边 带到偏僻乡村 就是枪杀 那么战后呢 假如根据日本的那个官方记录 他们认为在新加坡期间呢 被杀害的只有五千个人 今天东南亚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日军兽刑的遗迹 二战期间 日本军队一次屠杀十万人以上的兽刑 共有三次 他们分别是南京大屠杀 菲律宾大屠杀 新加坡大屠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作为华侨抗日领袖的陈家庚 更是日军追杀的头号目标 新加坡沦陷 陈家庚不得不逃往印尼避难 日军占领印尼后 又对他进行重金悬赏 每到每个人的家里头去 他不想连累那家人 他的身边呢 口袋里头都有一小包的这个胚霜 以防万一他被人 被日本人找到的话 他马上扶那个胚霜自杀 然而 在连生命都无法保障的危机中 陈家庚依然没有忘记南桥基工 那些被他招募起来的年轻人 在得知基工们陷入失业后 一场由陈家庚为首的 拯救南桥基工行动 立即展开 而这场行动的具体执行者 就是陈家庚的挚友侯西凡 今天 位于新加坡闹市区的汉美登 是继纽约和迪拜之后 全球第三个拥有高层室内停车位的 超级豪华公寓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块地产曾经的主人 就是侯西凡 傅商侯西凡 放弃自己的家业 全力支持中国抗战 1940年 他陪同陈家庚 组织南桥总会回国卫劳团 维问了正在前线浴血运输的南桥基工 而基工们的失业 则成了侯西凡最为关注的问题 1942年 侯西凡写给友人这样的一封信 哇 酒精多多照料 因此种专门技术人才 乃系国家命外之血轮 以培养之 以壮我国元气 为细菌等 以为燃风 侯西凡四处奔波 终于筹措到五十万元救济款 接着 他组建华侯主会 派人到昆明 大理 收荣难桥 那时 事业的机工和眷属 有七百五十三人 他们的生活 全部考护注会 结局 他也试图找职业 因为工程师在身上 一些的变化 变化了酿 所以他帮助了 几个酿 酿 帮助于他们的 习惯 和酿 帮助于他们 开始新的生活 激公们终于走出了最初的艰难 境遇已经大为改观 同南桥激公的命运已同在改变 还有抗战的形势 1944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势已经明朗 盟军在向德国本土推进 日本的防御圈逐渐缩小 5月 中国远征军强度怒江天险 向侵占奠起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攻击 在中国军队进行烟熄大反攻时 许多激公强运弹药修理机炮 甚至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付出了生命 1944年 对于南桥激公来说 曙光已经出现 11月9日 是南桥激公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的昆明机场 他们在等待从重庆赶来的侯西凡 他此行是参加华侨子弟学校的奠基 因为许多南桥激公已经在云南娶妻生子 上午九时 飞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这位一直受到南桥激公爱戴的侯陵 就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灾难却将领 其实他们还给云南桥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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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还给云南桥激公开 所以他们才能够找到他的身体 甚至是他的名字卡在他的手里 和他想给云南桥激公开 但幸运地这照片 是用于他的宣传 1944年的寒冬 昆明城里万人空巷 人们寒泪送别这位 一生牵挂祖国抗战 牵挂激公的张哲 侯西藩的灵酒前 铺满了南桥激公的腕链 晚连上写着 南桥激公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乔宝师 只是那些被拯救的人们 对侯西藩的最高评价 1945年春 中国驻印军 歼灭日军精锐第十八师团 克服缅甸北部 边缅公路重新贯投 南桥激公们 又行驶在这些 曾经熟悉的公路上 迎接着抗战的最后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